与Anno谈谈美团 美团出了业绩 第二季出负市场预期是规转型的 经调整日利有20亿6千万 市场原本预期会蚀22亿 即是市场预期会蚀的情况下 但现在就有一个盈利的情况 季度收入按年有1.6亿的增长到509亿 期内核心本地商业部分 即是有餐饮外卖、美团闪救 以及导店、酒店和旅游等等的业务 按年收入有9.2%的增长 经营日利增长近四成有83亿 经营利润率由提高到22.5% 另外新业务 即是美团休选和美团买菜等等 经营亏损按季就收窄到68亿 经营亏损率亦有所改善 见到美团ADR做好的 比本歌上日收市高近5% 好,追渣孤而言 今天追不追呢? 你为何读这次数字呢? 这些位置追我只能够定好指射位置 即是你如果硬要今天做操作是买相的 好,开始前给了一个指射价和目标价 180元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纯粹以一个追适的角度上 直播率老实说不会特别高 如果美团上个星期三问我的话 我会看淡 因为当时的市场状况很差 你顺着去踩淡 OK的 但问题是星期四是一个转捩点 即是不关于打风事 虽然是打完风之后 估计好像完全不同了 但问题就是市场见到气氛上面 有个明显好转 美团现在业绩出来了 又真是OK的 但问题就是当市场气氛很转的时候 总会有人看好,有人看淡的 淡有一定会缩一点 我觉得短线来说 你拨它这些位置 假设真的180元做指射 你看多少 我觉得短线来说 200元都未必那么容易见到 甚至市况都是反反覆 可能下回一点才买会相对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团 你做短线部署的话 是175元左右这些位置做指射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175元做指射 这个位置买就很尴尬 所以如果你要硬硬这个位置追 你就来今天要出出入入 出出入入多很多 我觉得短线来说 你做追差沟策略上面 美团会是难还的 但如果你硬硬去做的话 向上会比较好 那业绩上面怎么解读 第一方面就是说 美团在控制新业务亏损的方面来说 仍然是比各行各业来说是强很多的 很多行业上面 在过去这段业绩期上 特别方网行业上面 特别在亏损的公司上面 有些都亏损收窄的 好像说商汤 或者说快手那些 有个亏损收窄的状况 但他们亏损收窄的同时 你见到收入增长是比较慢的 就是简单点 他们有点型的就是cut cost 我生意不做那么多 他做一单虧一单的 做少一点 那就自然会虧得比较小 但美团不是的 美团在业务上发挥到规模效应 上市场占有率 所以也解释为何美团相对的会比较强 其实我觉得这些科网股上面 在现阶段水平比较适合做中长线部署 你走来做短线部署 就会永远万人几步的时候 升那段时间才追 跌那段时间你就止蟀 多数都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那天真的要去做部署 试试等180元这位置才上车 但是你说份业绩出来 短线市场应该会松一口气 未来如果你看一个period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都有机会望200元流上 所以这些位置追我只能说 跌博率不算特别吸引 但如果你看图表 我们都说做短线最好看图表的了 由6月7月头 由210元跌下来那条下降轨 真的明显地升穿了 常用的平均移动线一口气升穿了 未来有机会发跌黄金交叉 这些位置追都可以的 但最好偏中长线一点 所以如果你这些位置追 就自己介绍175元做止蟀 你承担13元左右就可以了 差不多支援一成左右 所以不会特别高直博率 但是要去做都可以试 这个单季有盈利的情况 你觉得是否可以持续呢 其实美团在外卖业务上 向来都有一个很稳定的盈利能力 就是一直以来的亏钱是来自新业务 新业务也是一直在拖累 但亏损也是在收窄的 其实老实说如果市况 只要去到很差很差的阶段状况 美团就算有盈利能力 估值也是贵的 市场也不会给百多倍PE 就是连本未来的预测市盈率 但是问题就是 当整间公司的经营状况 仍然是处于一些 比资金式模特 就是那些人看他未来的增长 在那个模特里面上面 那还会看得到下 二百多元以至头的位置 是不会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你说美团上面 就是如果你在仓上面 你要买一些很强的增长类型股份 特别在科网行业上面 博要逆周期做好的 美团可以的 你怎样都比双湯快手那些 但是问题就是 这些位置追 就不只是单看一季的盈利能力 甚至你未来会不会在内地上 觉得美团突然有些壟断状况 这些真的担保不了 所以你说这些股份 我觉得比较适合短策 是的 因为它现在就混合了 就是将以前分布的收入的佔比 就是合并了 因为之前那个导店 酒店和旅游分布 都一向都做得比较好的 在业务方面 大家都有信心 这方面都有特别的 因为始终在说 第二季内地的疫情状况 我本身都自己比较看探尾断 因为觉得在疫情上 可能会拖累它的酒店和导店的方面 其实都看到它公布出来的大约数字 影响性应该没有上一种很大 这个也是美团的幼势 但是记住说科网股 特别说DMD这个 sector上 特别在内地方面 政策的影响性 远远大 过实际发生的状况 因为从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一个政策打过来 所有东西都变成了 如果未来再说一句 会不会外卖公司收得太高利润 多分一些给车手 车手的福利很重要 就会变成了 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 一定在这些位置 那些政策来了 想不到的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政策 政治因素那些 一定要看得很短 长线就不想这些 所以如果这些长线 你要是美团的 就分住卖 但是如果你是短线的 就会担心操作 175元就从图表上去决定 好 我们看看 刚刚开了市 美团的价格在跳动 开盘价是188元 现在升幅收窄 最新是在升2.3% 186元左右 是没有的 看 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